肉质鲜美 没有腥味 天生怕冷 难方痒 牛人养殖盲宫关 保温增温 又育种 怕冷的翻压终于跨过长江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今天想为您介绍一种鸭子 要是论个头 它比普通的家鸭要大上一号 这鸭子脚上长着尖利的爪子 头上是长有红色的肉瘤 它的名叫翻鸭 也被叫做红嘴咽射香鸭 翻鸭的肉质鲜美 它没有普通鸭肉的腥味 但是就是养殖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这翻鸭天生怕冷 所以以前在长江以北 在冬天很少有人去养翻鸭 这安徽安庆的黄涌墙 就在大冬天养起了翻鸭 在国内论养殖规模 黄永强的翻鸭养殖场也是数得上的 上千万只的鸭子从这里走向全国 翻鸭养殖在当地也成为一大特色 可是在2012年 黄永强决定转型翻鸭产业的时候 却面临着巨大挑战 因为在翻鸭行业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在我们中国呢 大家最早的观念是认为 这个鸭不能越过长鸭 尤其是在东边 翻鸭在长江以北很难养 成活率很低 许多养殖户想养 却不敢养 以前的话我们就是夏天 或者是春天秋天养 冬天基本上就不养 原来这翻鸭是耐热怕冷 它并不是我国的自有品种 而是一个外来种 翻鸭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 驯化时间比较短 人工养殖也就两百多年的时间 在我国最早引进翻鸭的是福建地区 后来逐渐在广东等地养殖 翻鸭是适合于热带或者是亚热带地区 饲养的一个家庭品种 长江以北地区冬天养殖翻鸭 其瓶颈主要就是一个温度问题 我们这个地方温度最冷的时候 也在零下五度到十度 翻鸭怕冷 即便是成年的翻鸭 最适宜的温度也要在十五摄氏度以上 冬天养殖翻鸭的关键就是 首先要保温 那怎么保温呢 专家最早给黄永强的建议是 首先就得重新建高规格的养殖棚 这一点和当地麻鸭的养殖区别很大 像我一样麻鸭的话 它本就是冬天前半月 有一个塑料纸遮一下 到搭了以后基本上都在外面放养 翻鸭这么养啊 非出大麻烦不可 很多养殖户也因此吃过亏 要想在冬天养好翻鸭 必须有一个温暖的环境 大蓬保温是关键 冬天养翻鸭的话 这个棚的话也就是有一定的厚度吧 棚顶的话一般就要最少有个四层 有一层这个塑料骨抹纸 上面还有一层毛毡 再加一层那个保温棉 最上面有一层防晒的 这种大棚不仅能够遮风避雨 良好的保温性呢 是养殖棚的最大特点 冬天即便是不加温 棚里温度也能保持十几摄氏度 黄永强给翻鸭保温的第二个措施 就是架网床 这种高架网床 床面离地面一般是五十厘米以上 让鸭苗离开了阴湿的地面 感觉会更舒适一些 一般的温度它是从下往上 所以搞得搞硬的话 鸭子的温度它就失重一点 和地面相比 床面上不仅温度高一些 翻鸭也不会接触到粪便 干净卫生 这种模式就容易推广 很简单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非常适用 利用网床进行翻鸭急约化养殖 现在看似简单 可是当初黄永强 还是废了一番周折的 翻鸭这个养殖模式的 创立的过程当中 是做了很多的实验 也紧定了很多 黄永强发现 普通的白鸭有用龙氧的 开始他也尝试着龙氧 但是试验的结果 效果并不理想 但是龙氧它就是 人家劳动强的也很大了 尤其是小鸭苗 需要防疫 在笼子里抓来抓去的 操作起来很不方便 费工费时 小鸭苗龙氧不适合 黄永强试着龙氧大鸭 表现也不好 反鸭的特性 虽说它很稳顺 但是它还是 心子比较急的那种 一放到笼子里面 它就很急躁 看来翻鸭龙氧 还需要进一步试验 黄永强认为 至少目前还不适合 大面积推广 这次啊 就算是交了学费了 最后黄永强选择了 网床养殖方式 并将这种养殖模式 推荐给养殖户 网床养殖成本不高 打疫苗防疫 操作也很方便 冬天要养好除鸭 仅靠自然保温是不够的 在御厨阶段 还需要额外的加温 它对温度的要求比较严格 它需要御厨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冬天的话 在二天到一个月 大概在御厨时也要这么长 翻压羽毛生长比较慢 天生怕冷 在安静地区 一个月以内的翻压 必须要有辅助增温措施 增温的方式有很多种 这是水暖管道结合热风 来给室内加温 外面烧那个燃气楼 楼子过后就是水暖 把水加热 加热过后就进到里面 进到里面就是热风 为了让热风更均匀 减少热风对近处压苗的影响 细心的工人们 正在对热风机进行折打 有了水暖热风 养殖棚内温暖如春 除了水暖热风增温 也可以采用烟道增温 这里的温度也可以自动控制 成本不高 简便易行 包吻的模式很堵 就是引力之一 只要能湿或者板压的生长 能把它的温度 保证到它适应的这个温度 就可以了 翻压苗虽然怕冷 但是室内温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翻压苗的生长发育 需要逐渐的降温 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是34到34.5度 那么每天的下降 大概是0.5度 对大概下降到24度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维持 具体到什么时间 什么温度合适 这里边的经验很重要 需要勤于观察 翻压养殖示范户 特别像这个冬天这个浴厨啊 这个温度控制比较难 如果说一味的保温 通风不好的话 这里面就会安慰很重 这个安慰又会刺激这个鸭子眼睛会睁不开 会流泪 严重会导致鸭子眼睛都会瞎掉 保温的同时 及时通风很重要 可是通风就会降温 温度太低的话 翻压苗很容易感冒 所以是一对矛盾 所以排风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规程操作 尽量减少应激 黄永强他们总结出规范的操作方法 因为在比较重的时候 我要把温度升高一点 然后再把这个排风系统打开 让它空气交换 先增温再排风 这个顺序不能搞错了 排风让室内空气更加清新 有了合适的温度 洁净的空气 小鸭苗长得才精神 正常的鸭子眼睛明亮有神 随着鸭苗个体的增大 这空间就显得拥挤了 需要及时分群 一般在御厨室养的二十来天 需要一次转棚 给它们换个地方 一个更加宽敞的地方 二十来天的翻鸭 个子大了不少 但是还没有长出白鱼 仍然是黄毛鸭 这个时候 它们的抗寒能力还比较差 所以转棚成功与否 关键还是温度 为了减少硬机 除了两棚之间 温度要衔接好 还要辅助一些 减少硬机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鸭子提前 喂的那个抗硬移的东西 比如多维生素什么的 转棚以后 随着翻鸭个体的生长 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增强 三十多天的话 有个十几度 它就可以自身的饱暖 它也没能怕冷 四十天以后 就可以让翻鸭出来活动了 不过翻鸭的户外活动可有讲究 这还得看天气 在安静这个地方 冬天阴天下雨 麻鸭照样可以在户外 可是翻鸭就只能是乖乖地 捐在养殖棚里了 天气好的时候 它们才能够出来 特别中午的时候 就是在外面些活动 空气比较好 外面有太阳也比较暖 商品鸭生长后期 羽毛逐渐丰满 有了一定的抗寒性 中午适当地出来活动 还是有必要的 翻鸭商品鸭出来时间是 六十到七十天 相比普通的白羽肉鸭 要长二三十天 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完全在室内饲养 也不符合翻鸭个性的需要 毕竟翻鸭训养时间比较短 它们更喜欢在户外活动 即便是集约化养殖 最好也要配上运动场 那么这运动场多大合适呢 这个面积是这样 我们正常的是 比如说压舌里面 是一个平方 我们外面就是1.5个平方 它的这个运动场的面积 比压舌里面一样大 我这个振动压舌一动 是1000个平方 这个外面是1500平方 大鸭子趁着暖和 出来晒晒太阳 活动一下筋骨 高兴了还可以在细水池里洗个澡 这种仿生态养殖 是集约化养殖条件下 给翻鸭们提供的福利 也是黄永强根据翻鸭习性 这几年来摸索出的一种养殖模式 当然如果有条件 水面比较多的话 大棚保温结合池塘放养 效果也不错 翻鸭有一个特点 即便是好天气 它们也不会在水里待太长时间 往往是洗个澡 活动一下 很快就回到岸上 整理羽毛 是翻鸭最喜欢干的活 翻鸭对温度比较敏感 如果感觉冷了 它们很快就会回到养殖棚中 经过几年摸索 在安庆 冬季翻鸭养殖技术比较成熟了 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 许多养殖户靠养翻鸭 鼓起了钱袋子 应该说呢 现在通过最近几年的努力 在冬季呢 饲养翻鸭 竟然已经获得了成功 可是作为领头羊的黄武强 他并没有满足 黄武强认为要彻底解决翻鸭冬季难养的问题 品种培育是根本 必须培育适合北方地区的翻鸭新品系 育种可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需要大量的投资 黄武强之所以要搞育种 是因为他看中了翻鸭的特色和市场潜力 一阶段纯洁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吃这个翻鸭的习惯 它有腌制的吃 它有白切的 有煲汤的 有红烧的等等 一系列的消费量就非常大 人们认可翻鸭 喜欢吃翻鸭 源于翻鸭肉质确实独特 其实最大一个特性 我感觉 就是这个鸭子跟其他鸭子的话 它没那种腥味 但从鸭肉的外观上 很容易就把翻鸭和普通白鱼肉鸭区别开来 我们可以直接的看胸肌 那么这个白鱼肉鸭的胸肌呢 它的颜色比较浅 比较淡 那么翻鸭的鸡肉颜色比较深红 翻鸭的鸡红蛋白含量 要明显高于普通白鱼肉鸭 而鸡红蛋白的含量决定了 它们的肉质风味不同 翻鸭肉不仅没有腥味 肉香而不肥 这种优势反映在市场上 就是价格优势 翻鸭比普通白鱼肉鸭 价格高出1.5倍以上 黄永强在育种上舍得投入 他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培育我国自己的翻鸭新品系 一定要施予于相对寒冷一些地区的生长发育 尤其是在冬季它比较好饲养 就是这样就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翻鸭的供给 为了育种 黄永强给种鸭们的待遇可不低 这是他们的家 一只公鸭配上四只或者五只母鸭 组成一个小家庭 翻鸭有群居的习性 不能让它们太孤单 除了住处 室外也有运动场 独门独院 这样过后 一个就是人的劳动量要达一点点 第二个就是投入要达一点点 做选育 你关键是要它的新能显现到最佳的状态 一公四母或者五母 保证了母鸭的受精率 可是这些鸭子混聚在一起 怎么能知道产下的每个蛋 母鸭都是谁呢 技术人员发现 翻鸭下蛋很有规律 它的下的蛋 基本上都是在凌晨三到四点钟下蛋 平常的时候不会下 既然翻鸭白天不下蛋 那么白天 它们完全可以自由活动 晚上六点以后 等鸭子们吃饱喝足 母鸭得关进笼子里 让它们晚上下蛋 母鸭被关在笼子里了 能好好下蛋吗 试验结果影响不大 毕竟是晚上鸭子该睡觉了 这应急比较小 它夜里面下了蛋 第二天我们去捡蛋 根据鸭子的号标到蛋上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蛋是哪个鸭子所下的 给鸭蛋标号 每个蛋就有了身份 定期把这些有编号的蛋 集中起来孵化 按照既定的育种方向 选育出更加适合 本地区生长的翻鸭新品系 经过几年的努力 黄永强他们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通过我们的自主选育以后 它就更适合我们地方的环境 这个饲养环境 翻鸭的抗寒性能明显增强了 种鸭的产弹率和生长速度 也有所提高 为培育我国自主翻鸭品种 迈出了第一步 现在黄永强他们繁育的鸭苗 已经遍布我国许多省份 在黄永强他们的指导下 太湖县西湖村的欧阳长华 2016年养的第六批翻鸭 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看这块头 这只公鸭足有十来斤重 市场上能够卖到十二三元钱一斤 它这个鸭质量好 所以我们那边大老远过来了 你这从哪边过来的 浙江 这几年在黄永强的带动下 我国翻鸭养殖区域正在逐年北移 不仅跨过了长江 就连黄河流域养殖翻鸭的 也越来越多了 只有了解翻鸭的习性 这养殖风险才会降低 在这儿我们也希望 黄永强在翻鸭的选域上 能够有更大突破 让翻鸭冬天养殖 更加容易一些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更多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收看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